就这么走了 是不是太便宜消假了 有些事要回南洋再做 闻此 贺尘心下了然 走之前别留隐患 这么担心啊 不如你留下处理 值得我留下 你自己考虑 两人意味不明地聊了几句 李翘也不搭枪 反而若有所思地端详着贺尘 弟妹 你这么看我不怕他吃醋 看他做什么 没什么 就是觉得陈哥今天有一句话 说得特别对 哪一句 李翘胆了下指尖 唇边的笑透着几分嘲弄 你妈失心疯了 贺尘讽刺萧夫人的这句话 堪称至理名言 晚六点 洋房客厅里热闹非凡 多日不见的席罗 顾尘和封义也来了 众人齐聚一堂 气氛相当和谐 唯独一点不好 洋房客厅无缘无故地开始禁烟了 要是没有其他的安排 我明天上午先回爱达州了 嗯 顾尘感觉自己被冷落了 他兴兴地撇嘴 便扭头寻找黄翠英的身影 翠英啊 远处正在打电话的落语无语了 突然 手机震动了两声 顾尘掏出一看 以为眼花了 放下酒杯又仔细数了一遍 才敢确定 千穆集团的账户 进账十个亿 哪位大佬赚错账了 千穆集团的备用金 不够再和我说 头是自己人 你太见外了 以后少给点 刚走过来的落语 一言难尽地瞅着顾尘 你出来 干什么 向打架 打不打 来 打哈就打 一奉陪 然后 顾尘和落语 跑到医学联盟停车场 打架去了 另一边 商裕和封义 以及贺琛三兄弟 坐在吧台边 浅着闲聊